电影《万箭穿心》里,严炳燕饰演的妈妈对孩子辛苦的付出却得不到她儿子的理解,也许现在看视频的你也曾经或者正在有类似的烦恼。 欢迎来到沙发时间,在这个小视频里,我总结了一些实用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方法去面对和解决生活中有关感恩的问题,相信一定会对有类似困惑的观众有启发。 即使你没有这些困扰,这个视频给的信息和工具对提高个人的幸福感也会有效果。 你现在也许会问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视频,那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背景, 平时工作中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天天相处,自己也有在国外出生的,现在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小孩。 我发现很多生活中的情况都是同样的问题在重复,在不同人身上重复,在同一个人不同事情上重复。 我自己的经历和我所看到的身边的人的问题,促使我阅读相关书籍和其他专业人士探讨,并在生活中不断练习和总结经验。 所以呢,我开这个叫沙发时间的YouTube频道,就是希望在轻松的环境里展开与他人的对话,比如探讨如何促进和家人的关系,更有效地提高生活品质。 同时也能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给自己时间多了解自己,完善和提高自我。 如果看完这个视频,你觉得有帮助,请点个赞,留言让我知道你的任何问题,我可以在以后的视频里开相应的专题。 回到主题,像万千春心里的妈妈一样,可能有的父母会觉得他们的孩子很少有感恩的心,天天沉迷于电子游戏,从不知道主动帮助家长分担家务。 大多中国父母会供养孩子上大学,甚至给他们买单,买豪车,生活很奢侈,反而孩子们会更加攀比,导致在大学时期有很多心理问题。 当有需求的孩子去见心理自行师,一种普遍的方法是让他们写日记,记录一天的生活细节,情感,帮助自己去梳理情绪。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是感恩语记,这是建于积极心理学的原理,让人去回想一天中感恩的事情,比如哪三件事让自己觉得感恩,原因是什么。 一般呢,一个星期至少三次,每次花15分钟写感恩语记,最好是对细节有具体的描述,并且有深度的分析,抓住生活中的一些惊喜或者不寻常的情况,重要的是要持续的练习。 很多研究结果发现,坚持记录感恩语记会让人更加乐观,更注意生活中的细节,个人心态感变,会让生活中其他方面有正面效果。 在这个视频结尾呢,我会提供链接给大家一个感恩语记的模板,可以用在一个叫Notion的笔记软件里。 但是现实情况是,除了上大学以后的孩子,还可能愿意自己去尝试写感恩语记,年纪小的孩子未必有这个能力去进行这样的练习。 那我们父母应该怎么帮助孩子学会感恩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问做父母的你平时是怎么表达感恩的? 你有没有经常在孩子面前赞美感谢其他人? 如果父母从来没有,或很少这么做,那孩子从压压学语的时候一路走过来,也很难建立类似的概念。 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表达感恩? 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多在你的孩子面前感谢他人。 比方说,真诚地感谢你同事的某些帮助啊,邻居的热心啊,还有配偶的支持。 这样呢,你的示范,尤其是对小孩子的培养来说,是非常有效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让孩子知道我们有这个需求呢? 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发展其他爱好,不敢让孩子做家务。 孩子学习久了以后,打个游戏放松一下,就更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了。 所以,很多时候孩子会觉得,很多事情父母为他们做的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话,孩子从来没有在身体力行的体会家长的劳动和时间的付出。 自然也很难意识到父母会有相似的要求,相关的要求。 所以,家长呢,要以合适的方式,对孩子明确要求,设定规则和界限。 比如说,餐桌上,孩子不能一边玩手机,一边吃饭,要专注和父母的沟通时间也是一种感恩。 大一点的孩子帮助家里的粗草,是作为家庭成员一部分的责任,而不能要求父母在另外给金钱上的仇报。 第三个问题,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是否对感恩有正确的理解,我们是否在选择上的感恩,比如说只对所谓满意的事情感恩,而对所谓不满意的事情会在家里抱怨。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父亲做的饭盐放多了,母亲如果不是先感谢父亲花时间做了饭,而是马上抱怨这个菜太咸了。 那等到以后孩子长大,再拿到父母给买给的车子的时候,也可能是会先抱怨,这车子不够炫。 而不是体谅父母的支持,那这种情况也就不奇怪了,所以父母要想让孩子感恩,首先自己要言传身教。 再回到开头的电影《万简穿心》,我们只放了孩子长大以后不认母亲的结果,那我们现在回想一下电影的最开始。 严敏燕饰演的妈妈在爸爸对搬家公司的人表达感谢的时候呢,她当着孩子的面火冒三丈,对自己的老公呢言语粗俗,那个时候她的孩子很小,也心情很惧怕这样的场面,但是她也在观察她妈妈的行为。 这也应了美国人的一句老话,Your life is your creation。 所以明白了道理的话,那具体怎么做呢,大家可以从我给的链接下载Notion Template,用这个模板可以每日打卡,做感恩预计。 Notion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技术软件,有很多YouTuber博主都发过教材,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 再次感谢观看,这是我第一个YouTube视频,做这个也是为了在2021年的感恩节,欣赏我的感恩。 我从YouTube这个平台上得到很多快乐,也学到很多,希望大家都有收获。 对于感恩这个话题,各个宗教信仰都有很多更深层次的解读,我只是提到了我认为非常有效的三个角度,如果有任何帮助呢,请支持点赞。 有任何问题和建议也请给我留言,这样会鼓励我持续发大家感兴趣的视频。 谢谢,下次再见。 谢谢,下次再见。